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熊出没的熊大和熊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形玩具呢? 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像是两辆汽车 那熊大给我们带来的是一辆白色的警车 这辆警车上面写着警察 熊二给我们带来的是一辆橙色的越野车 这两辆汽车都可以变成机器人哦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辆白色的警车 它是怎么变形的呢? 在变形之前,我们要先把它车上的灯拿下来 然后把车翻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部件在底下 这里可以张开 那张开之后是机器人的手 然后尾巴的部分也可以张开 这一部分张开之后是机器人的脚 接下来再把汽车后面的部分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写着110的 那这个是机器人的头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只什么样的动物哦 接下来我们又把汽车的顶棚 还有两边的门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着07 那拆下了车身之后 我们又把这个机器人组装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的头部出现了 那这是一只什么动物呢?你们猜一下 刚才张开的机器人的手,我们可以继续把它张开 那张开之后,可以看到它的手上写着英文单词 那你们知道,这个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吗? 让我们让这个机器人站起来 然后再把它的身体组装好 组装的时候,汽车后面的部分和汽车前面的保险杠 是可以组合起来的 就像这样子 那机器人,大致就变形好了 那我们来摆一个漂亮的姿势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形机器人呢? 这一个机器人还有一把武器 武器的上面还有这只动物的爪印 让我们把这把武器也安装上 这样子我们的变形机器人就变形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揭晓一下 这是一只什么动物呢? 你们猜到了吗? 它是一只熊猫 这是熊猫战警 刚才车身的部分还可以拿来做防御盾呢 那熊大给我们带来的是一辆熊猫的变形机器人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辆橙色的越野车 它又会变成什么样的机器人呢?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车的底部 然后再把车的两边的门可以把它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车的轮子是可以张开的 就像这样子 那这两个轮子,你们拆拆看 是机器人的哪一个部位呢? 和刚才的变形警车一样 它的车身是可以拆下来的 接下来是机器人的脚 那脚步张开之后 机器人就可以站起来了 机器人的头又出现了 哇,看起来好酷啊 然后再把越野车后面的部分 和前面的部分结合到一起 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橙色变形机器人 就便携好了 那刚才这两个车轮的部分 是机器人的手 你们猜对了吗? 它还可以翻转过来 这样子,机器人的手就露出来了 那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机器人的轮子呢 那我们来摆一个帅气的姿势 刚才拆下来的车门还有车身 可以用来做这个机器人的防御盾呢 那我们一起来动手把它组装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旋转起来 再把它插到机器人的手上 那这样子,机器人看起来 好像拿着一个巨大的盾牌 熊儿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帅气的机器人呢 那今天,熊出没给我们带来的两个变形机器人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